你知道,斗罗中哪些强者可以无视举鬼斗罗的两极禁止领域吗? 小伙伴们都知道,举鬼斗罗的两极禁止领域,在动漫中堪称Bug的存在。 只要一发动,不管是封号斗罗强者,例如唐号,还是强大如大明二明这样的十万年魂兽,都是动弹不得。 也就是因为这个技能,才使得举鬼斗罗在五魂殿长老中的地位举重若轻。 单独来看,举斗罗和鬼斗罗均为95级封号斗罗,但个体战斗力不强。 甚至在偏弱的存在,但是他们偏偏就是拥有一个变态的五魂融合剂。 那么到底,有那些强者可以打破两极禁止领域呢? 首先就是,成神之后的唐三,千任雪,比比东三人,毕竟人神有别,任凭禁止领域再强。 在神的面前,依旧是不够看的,面对他们三人,举鬼斗罗,只有被秒的份。 接下来就是99级爵士斗罗们,唐晨,千道流,波赛西。 因为99级爵士斗罗与神级只差一线之差,举鬼斗罗的领域还不是神级的领域,就不能对爵士斗罗产生太大的威胁。 爵士斗罗一个技能,可能就可以破掉他们的领域,接着就是唐浩。 可以说,唐浩就是举鬼斗罗心中的噩梦,追随千寻级被锤,跟着比比东还是被锤。 好端端的,举鬼双斗罗就这样变成了一朵菊花,一个小鬼。 可能他们碰到唐浩根本没有战斗的勇气,只能逃跑吧。 最后就是在宁峰制加持下的剑斗罗成星了。 在七宝琉璃塔强大的辅助下,成星的速度达到极致,根本不给机会让他们施展融合剂。 老铁你们觉得还有谁能打破两极禁止领域呢?欢迎留言评论。